贪污、腐败是全世界都痛恨,却又无可奈何的一颗土流。 即便有人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,依旧杜绝不了顶峰作案。 几十年前,日本揭露一件长达26年的黑警丑闻,轰动全国,内幕黑不见底。 事情要从一名普通大学生说起,助兴要义是一个酷爱柔道的少年,凭借着优秀的提出获得赞赏,被借调到北海道担任刑警。 他的到来为当地警局赢得很多荣誉,一时间成为警局的掌上名出,可是比赛的日子是短暂的,新生代会替代他这样的老前辈。 没有比赛荣誉的支撑,他在警局显得很茫然,终日负责无量杂务,提前很早上班,将办公室打理得干干净净,帮同事前辈端茶地水。 如果他是一名清洁工,可以说做得很到位,但是他是一名刑警,本职工作就是破案,而不是做这些鸡毛酸皮的小事情,警局会根据每个人破案率升职加薪。 破案越多,在局里的地位越高,像祝星这样破不了案的,别人看都不敢他,空有一身好功夫,拍不上用场,出入之长他,对破案一窍不通,对局里的黑幕更是不同,在他心中,刑警的职责是保护民众。 这也是刑警该做的事情,局里有名破案高手村井,每个月破案率排名第一,没有人知道他的技巧到底是什么。 他看到祝星这样有能力却没有办法施展,表示很是同情,约他下班一起喝酒,男人见面,地点就很随意。 随便找了几位欧巴桑寻个开心,第一次来这种地方的祝星还是很害羞。 村井却游人有余,一个人叫了五位大婶,开心的饮酒痛快的把妹。 他告诉祝星,没有一个人可以保护民众,这个社会中总会有几个奇葩,喜欢没有事情找刺激,破坏安定,村井他们的职责就是揪出垃圾扫除掉。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找出这些人,村井的做法就是混入黑帮,以黑的做法对付黑,从黑到得到警方得不到的情报,在黑帮中安插眼线或是合作。 听到这么一番教诲,祝星立马开始行动,他验了大量的名片,挨家挨户投放的收件箱,前往各大小夜总会,告诉他们有任何情报一定联系祝星。 他还在名片上写下,正义的伙伴达到黑市里的豪言壮语,年轻人充满干净,火力十足。 他的热情和正义得到一位美女的注意,扑出总算没有白费,一名小婚伙打电话告诉他,集军会的人藏有毒品。 祝星立马掏出自己的小本味,根据局里的规定,各种案件加分是不一样的,如果消息属实,他会得到15分。 在这激动的心情,他突袭了罪犯家,不过间间找到了毒品,还发现一把左轮手枪。 要知道,整个北海道一年才查获20把手枪,朱星加入激动搜查队才一个月就缴获了一把,可想是多么的幸运。 相信他第一次破获大案,局里特意为他颁发证书作为奖励,破案为他带来的不仅仅是荣誉。 还有来自美女尤贵的相伴,朱星也喜欢这位美女。 尤贵是夜店小姐姐,想要得到她,朱星需要不断破案才行。 他一番之前的菜鸟形象,和前辈争抢抓捕罪犯,于他缴获集成会的枪械,集成会的干部们感到不满。 约他见面好好聊聊,他很是紧张,毕竟对面是黑道,在身上绑了铁板做来保护。 刚见到黑炎,他就汗流加倍,于无伦次紧张到发抖。 黑炎邀请他不是为了报复,而是其他地区大型组织扩张到这里,像集成会这样小组织难以抗衡。 他提议和朱星联盟一起打倒对方,一顿酒下来,两人成为了兄弟,还邀请他和妹子开心。 其中他不知道的是,村井是黑炎以前的联盟,村井的消息都是黑炎给的,现在有了朱星的帮助。 村井遭到了举报,说和未成年发生了关系,被抓了起来。 朱星突然意识到,自己很有可能也会落此下场,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上,原先不惜烟的他,现在也愁伤了。 不过危机感立马被奉承击败,有集成会的庇护,朱星走在大街上,没有哪个不点头哈腰的,不尊称一声朱星哥的。 当初那个单纯的少年,即将成为下一个张狂的村井,烫起了小卷毛,黑模镜带了起来,花衬衫加深,走路都开始飘。 转眼多年以后,朱星成为局里的明星,破案率是其他同事望尘莫及的,局长都要依靠他提升业绩,每当发生案件他都会找到黑炎,让他们交出一个替罪羊交差,顺便还和黑帮坐在一起吃外卖,白道和黑道混在一起,完全乱套。 黑炎带着明教太郎的人找到他,此人刚刚从监狱放出来,之前在帮派里面负责毒品和枪支的交易,和战斗民族的沟通全靠他,俄语说的贼溜。 由于刚出来,重新回到帮派,容易仅人注意,黑炎想让朱星带着他当作小弟,必不得已,朱星只能带上了他。 同时,太郎还有个中新的小弟,拉西德,他目前经营一张二手车店铺,其实就是将偷到的车,经过改装贩卖到战斗民族那边。 巧的是,拉西德昨天交易时,客户没有足够的钱,把枪留下顶帐了,正好可以将枪交上去,给朱星增加业绩,但交枪需要有人承认才行,没有主人的枪,交也是白交。 于是乎,拉西德找到偷渡的表弟,结果这样稀里糊涂蒙遍了上层,任务完成,他们开心地吃起大闸蟹。 资金的炫耀可以凭借势力称霸天下,但正在得意之际,黑炎告诉他,他不想再做黑帮,要脱离几身会。 急需大笔钱,拜托朱星筹集,朱星虽说名气很大,但是手头上并不富裕,爱与面子也只能答应他,同时朱星在黑道重要隐线也将失去。 由于当年管理的混乱,社会上枪支泛滥发生很多恶行事件,全国警方在各地区成立枪支管理科,专门负责收缴枪支案件,作为警方的王牌,朱星成为第二组组长。 在他职业生涯中,一共查获过十把手枪,这个成绩是其他人遥不可及的,刚刚成立枪支管理科,科长希望能够比其他部门表现得优秀。 最近一周,查获一把手枪用来做成绩,任务自然而然交给朱星来办理,不管是有主还是没有主,只要有就行。 于是乎,泰浪和战斗民族做成交易,搞到几把无头手枪,然后朱星将枪放进公务储物柜柜里,再主动打电话给枪支管理科报案,就是这么猥琐的操作。 朱星不仅得到赏识,科长也很开心,任务完成还能得到荣誉,按照他们的暗箱操作,朱星成为科里的王牌。 春风得意也收获美女广田的青睐,两个人直接在办公室搞事无所畏惧。 当第二天醒来,发生重大事件,警示厅长官遭到袭击,上层下令,严查并安排定量任务,科长的下个月需要十把来上交。 朱星建议可以从黑道买几把,其他的可以让太郎去向战斗民族买,朱星在不归六上越走越远,而且还认为自己坚持的正义是正确的。 每当需要钱的时候,他会找到钟情的油柜,他对朱星的深情一言难尽,用自己辛苦当陪酒女的钱来支援爱人,不仅没有得到朱星爱的回报,反而将他当作提款机,只有需要钱的时候才会见到他。 除了伤心,他不知道该怎么办,太郎出差买枪好久才回来,可惜没有得到好消息,战斗民族知道是日本人后,坐地洗下比平常贵了好几倍,几经周折才搞到一把,倒霉的还不止如此。 从东京黑帮买的枪,竟然奇葩到用快递来送,直接被警方查获,总部派人来调查,都是为了调查案子,对方也不想过度的追究,不过那三把枪就归他们所有,算进他们的成绩里面。 朱星可是生气,但是也没有办法,人家是东京总部的人,他惹不起,为了搞到枪,朱星又是借钱又是出力,最终也只不过科长的工具而已,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,事情变得胶着,朱星的手下也产生了意见,如果把搞了枪卖钱,现在说不定早就发了,何必商交,没有得到好处还被骂。 但朱星认为荣誉最为重要,黑暗锦想要搞枪的前提是有钱,不如卖毒品来赚钱,然后再买枪,同时还能养活好多手下,大家一排即合,大张旗鼓地坐了起来,刺意地在街上贩卖,金钱源源不断进账,有钱枪也就不成问题。 手下有钱花,朱星也得到荣誉,看似是一举两得的美事,实则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,拿着卖毒品赚钱,开着豪车带着广田兜风,买贵这种礼物送豪华别墅,两个人开心得不得了,对待深情的游柜只是扔了两大钱,深情的人总是得不到重视,当初他还是个小人物时,游柜便跟了他,现在他得意了,却爱上爱他荣誉的广田,由此可见渣男部分国界,时间飞逝,太郎迎来大喜的日子,朱星面对大家, 说出了心里话,他认为现在他担任重要的社会安定中任,也是一名非常好的警察,他的荣誉有很大一部分有太郎的功劳,在他心里,朱星一直是个好人,而不是为了荣誉走向犯罪的坏人,可见他的争议是启驱的,在事业上走上了邪路,感情上混乱不堪,游柜已经知道他喜欢上广田,精神上受不了打击,辞掉了工作在家注射毒品,他自残行为终于引起朱星的主意,迫不得已只能扔进戒毒所,朱星的家里出了满墙的证书, 再也看不到丝毫的生气,最近他得到重大消息,黑帮将会走私200把手枪,但前提是黑帮先走私20公斤毒品,以获取对方的亲人,下一次便会走私200把手枪,想要达到这个目的,需要海关方面的放行才可以,面对巨大的荣誉诱惑,正义的执行者心动了,城里特别调查组应对案件,晚上朱星带着新人在港口等待,他随口问新人,当警察的目的是什么? 新人回答,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,保护百姓免受犯罪的侵袭,这句话直接让朱星愣住,他想起自己曾经也说过相同的话,现如今却被倒而驰,和犯罪分子混在一起,警方人员特意放走运送毒品的车,然后由朱星和手下整理好,黑炎带着毒品送到黑帮,和想象不一样,毒品有130公斤之多,黑炎临别时送给朱星一包,说是当作纪念品,当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意思, 等回到局里,他接到电话,黑炎带着毒品跑路了,本应该到黑帮手里的货却消失不见,他们将朱星抓起来问罪,一顿毒打下来,朱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,他答应将局里受缴一顿大麻作为补偿,还恳请对方接着交易200把手枪,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,还想着下一步,大佬决定终止交易,之前答应好的任务完成不了,朱星会受到处分,种种压力之下,他吸上了毒品,昏昏恶作出惊人举动,将战斗民族交易人出卖, 查获38手枪用来给局里交代,科长对此事耿耿于怀,将他调到偏僻小镇任职,离开时偶遇到广田,对方看都不看他一眼,时间一晃过去了很多年,曾经的王牌现如今成为小人物,连年轻小伙都能欺负他,这一天多年未见的副科长找到他,说太郎以当年钓鱼之法的事情做要挟,逼迫他交出500万日元了事,没有办法只能照到朱星帮忙,作为回报会将朱星调回原来的地方,趁此机会,朱星回到曾经辉煌发家地, 见到熟悉又陌生太郎,当年朱星不辞而别,他的手下自散而逃,黑眼吞掉了火物不知所踪,太郎本来是警方的眼线,却被当作眼中钉,时刻监视,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,孩子和媳妇也离他而去,心中的怒火无处宣泄,才想到威胁副科长来报复,对于朱星的劝告他不以为然,如果不是朱星的错误判断,他可能不会落死下场,在仇恨的心情他选择自首,交代了之前所有违法的事情,副科长在公共厕所上吊子杀, 太郎在狱中选择自杀谢罪,朱星被尿检查出吸毒,关进了监狱,即便发展到这种地步,他依然坚持自己是为了调查犯罪,而做的应该做的事情,并不认为是违反了正义,相反他还感谢曾经的同事,一起努力奋斗过,由于他过于外界正义的含义,将所有罪责独自承担下来,除了他被冠,其他人都幸免遇难,故事也到此结束,本片是根据日本真实事件改编电影,名为《日本最坏的家伙》,以独特视角还原,为了维护正义, 而走偏的执法者,小任务也有心酸,也有无意,但不能忘记自己本来的面目,好了,本期就是这样,我们下期再见。